这些银行其中的一个大股东,这个美国银行,他们持有的股份呢,过去有这个竞秀的献计,今天呢,就解满了,市场呢,比较担心就是这个美国银行呢,因为面对这个这个生态的问题呢,要出售资产,变卖资产。 不过他们也发报了这个新闻就是说,会持有这个建设银行的比较大比重的股份,我相信在现代水平来说,这个建设银行的股份已经跌到了,接近这个交股价两块细毛的水平,我相信在现在的水平,这个美国银行呢,大手这个减持的机会应该不大, 我相信对于这个建设银行的股价来说,这个利弹的因素呢,应该在这个股价呢,开始已经反映出来,还有就是当刚刚公布的第三季度的业绩,虽然这个权利增长呢,有一些独退的情况, 我相信主要原因就是在第三季的时候,内地出现了一个下调利率的一个举动,只是只有下降这个贷款的利率,没有下调这个存款的利率,这个也是呢,对于这个利市的收入影响的一个主要原因, 我相信在未来呢,这个利率有机会呢,再下调,也是呢,从这个贷款,还有这个传款呢,一起下调, 我相信对于这个建设银行呢,的影响呢,应该在现在水平呢,慢慢已经反映出来了。 谢谢。